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现在来到水南的一间大卖场 今天我想要跟各位一起去吃一间 我觉得在台中你吃到会吓死人的火锅店 真的不骗你们 那等一下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火鍋已經來了 然後聽著他店內播放的這個音樂 各位如果有看過影片的話 是否覺得還蠻熟悉的 然後他今天這邊用成的方式是說 他會給你一個盤子 然後你要拿這盤子去他的生食區那邊拿一些料來用 就目前看起來今天平日中午230元 然後我是一個人開鍋 所以他又要加25元的開鍋費 可是這種比我們之前去吃某個 加了110元開鍋費好很多了吧 好啦那我帶各位去生食區拿點料來用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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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麻辣湯头还蛮爽口的 就整体你喝到它的汤的时候 你只会感觉到香味啊 我接下来喝喝看寿喜汤吧 它寿喜汤也是淡淡的寿喜酱油味而已 真棒啊 左右边都算算看牛肉 那我们先算好咯 橘色盘子是用麻辣汤算出来的牛肉 然后黄色盘子是用寿喜汤算出来的 好期待等一下吃起来会是什么感觉 这个麻辣汤头吃起来肉片好麻哦 好好吃哦 好棒哦 是说它这两种汤头蒜牛肉 我个人感觉表现都还不错啊 接下来蒜 培根牛 随便通胎头 一边一锅 两边豆大蒜 but um nadie 鞭根牛口感还不错耶 那接下来我们把猪肉还有鸡肉都下下去吧 尤其他这边还有这种 我再去拿其他食材吧 我刚刚去拿他熟食区的牛筋鸭血 还有他其他更爱煮的食材 鸭肠脆肠鲑鱼跟其余 我非常爱这种脏器类的东西 只不过他这边有海鲜是让我还蛮意外的 各位跟我一样都是喜欢吃海鲜的人吗 那我现在来吃吃看刚刚煮好的肉吧 我今天吃到鸡肉片在嘴里感觉好软嫩哦 还有鸡肉条 它的肉质算是鲜嫩的 还有我最期待的梅花猪 梅花猪软嫩肉质整体咬起来还不错耶 最让我惊艳的是没有想到他这边熟食区啊 竟然有这种牛筋耶 我想上次大润发卖场烤肉开箱的牛筋 我觉得不太行啊 他真正煮法是要这样煮啊 对就是要有这种口感 咬下去带有一些嚼劲 但是嚼一嚼就融化在嘴巴里的感觉 对 这麻辣鸭血咬下去 有一股淡淡的药膳味 而且吃起来也不会有鸭血腥味 这个处理也不错 吃起来也是鲜脆的 然后最后来吃吃看多利鱼 我发现这个鱼好像还没煮熟 各位啊我们刚刚已经把它所有肉类都煮过一遍了 然后整体来说我觉得就只有鸭肠的嚼劲实在是太强烈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依照自己的喜好来煮火锅吧 我们的鱼终于煮好了 然后我刚刚又去拿了一大盘的培根牛啦 来吧 还有撒满葱花 继继继继续吃刚刚煮好的多利鱼 多利鱼 多利鱼用寿喜烧汤头去煮出来 好好吃喔 你的嘴巴里还有鱼的香气 又大有寿喜烧的润甜 这个奇鱼块反而就没有那么吸汤而已 对 这整个就很原味 那我们再去拿些肉来夾吧 刚刚我又去拿了雪花牛还有鸡肉片呢 它这两种肉片是我今天吃到最嫩的肉片 我们刚刚给大喜锅来一个铺天盖地之公鸡啊 不知道它有没有吓到我了 然后刚刚我有拿了肉酱 我就觉得说拿肉当饭配这一酱 感觉应该还蛮舒服的喔 这个肉酱非常的台湾味耶 因为我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鱼肉饭了 再沾看番茄肉酱 这个肉酱味道跟便利商店 你买得到微波意大利面酱几乎一模一样 多打算 多打算 好 那我们再拿鲜肉来加吧 OK啦各位 我这里拿了雪花牛鸡肉片还有脆肠 这些肉全部下去吧 这个鸡肉片还有脆肠 那我們再去拿一點肉來加吧 說各位啊,我剛剛有去拿它冷盤區的料了 感覺到好適合下酒 哦! 甜膩的滷汁搭上冰涼的口感 嗯,真的 跟外面市面上豆干一模一樣 再吃吃看,魚皮 我覺得這個魚皮我還是把它丟到湯裡面去煮好了 五湯 還有這個 整個吃起來有點 雞針 感覺這是最後的希望呢 如果這時候來一點啤酒的話,我覺得這個毛豆就一百分了耶 毛豆因為啤酒更加完美啊 我們再把剛剛拿的牛肉片 全部倒下去吧 用這盤肉片敬各位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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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吃完了 那我们接下来可以去拿 期待已久的甜点呢 太棒了 没有想到在11月中还吃得到西瓜 这西瓜竟然还这么甜 它这边甜点除了西瓜之外 还有这两种蛋糕 刚刚西瓜表现非常的良好 就知道它这个蛋糕就是一般的古早的蛋糕 上面卷一坨奶油而已 我们今天用餐时间也到了 然后现在是店家让我这里面拍结尾而已 大概在十几年前吧 我在台中的时候有一家火锅叫做趣味以下 Just for fun 但是说趣味以下 它的价格从当初有168到198 最后变218 直到退出这个火锅市场 但谁知道过了几年 现在台中又有大喜锅这一间鸳鸯火锅店 今天整体我们吃到肉片品质 我个人觉得它都是很对得起这个价格 那至于今天生菜沙拉的部分 我今天好像吃的有点多肉了 不然我们现在拿一盘边吃边讲吧 我们来吃吃看生菜吧 各位啊你们应该都跟我很熟了吧 我本身就是一个很不喜欢吃菜的人啊 如果你们跟我一样的话 我们一定是个好朋友 无肉不欢啊 各位来点掌声鼓励吧 那我们下影片见咯 拜拜啦